快速把手机上的位置信息分享到特斯拉车机导航上的两种方法 你都会了吗 这期视频阿兰手把手跟你讲明白 第一种直接长按微信里的位置卡片 打开其他设备选择特斯拉发送 这种位置传送方法是最快的 而且是精准的GPS坐标传播 不需要再搜索 地图上直接就会果断的导航到目的地 很多人反馈他的微信地位里没有这个打开 那是因为你在车机上还没有用微信扫码登陆微信小程序 一定要先扫码登陆这个功能才可以使用 那以上这个方法虽然很快很便携 但是目前只有车机娱乐系统使用AMD芯片的特斯拉 才有这个微信小程序才能用这种方法 2021年以前的使用英特尔阿通木芯片的特斯拉 并没有微信小程序 所以就暂时用不了这个功能 但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分享 如果你这个定位是在高德地图或者是百度地图里 点击下方的分享更多 然后选择特斯拉APP 也可以把定位信息传过来 但仔细观察发现 它只是把定位的名称传过来了 然后特斯拉在车机地图里按照这个名称来搜索位置 搜索完以后还需要你在车机大屏上 手动选一次最终目的地 它并没有第一种方法 直接传坐标那样准确和快捷 那么手机分享定位到特斯拉上的两种方法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特斯拉用车小知识 再会